人民大會今天要向全國人民 協詢一個東西 學習什麼呢 協詢我們的經濟部長 王美花的羞恥心 發生了這麼多次的大停電 王美花到現在就只有自情處分 沒有認為自己有必要負起 政治責任下台 所以我們要找他的羞恥心 但為什麼會覺得他必須要下台 因為全台灣在昨天 歷經了這一次大停電之後 我們的產業界 損失高達百億元的這些現金 那民眾也過得很苦 高雄的商家做生意 還必須要戴著頭戴的一個燈 幫客人來結帳 大寮地區要摸黑手電筒 去找蠟燭 因為家裡面沒辦法煮菜 沒有辦法正常生活 還有阿公阿嬤 阿嬤是最厲害 媽媽也很厲害 摸黑裡面煮了一桌菜 大家也不知道那個菜 到底有沒有熟 還是好不好吃 很多人說媽媽很厲害 摸黑還是煮得非常棒 然後現在聯民進黨的 這些議員都不一樣 來看一下前時代力量的立委 黃潔都在臉書講 他說台電真的很過分 你知道嗎 高雄有一位媽媽 他的孩子過世了 就是因為停電超過十二小時 他的兒子的遺體 已經開始融化了 媽媽都哭出來了 然後包括民進黨的議員 陳志冬都說 民進黨政府是八一七萬人選出來的 不要讓人民那麼失望好不好 現在連民進黨人都要跟他們切割 但是王美花倒是一個重點 王美花其實你仔細看 他今天到立法院就去了 國民黨立委拿了很多這個雞排 要去羞辱他 說你這跟郭董賭的雞排 你就要兌現 拿雞排對著他 但你仔細看這個畫面 他任何羞辱王美花都不為所動 國民黨拿著這所謂美花牌的雞排 羞辱他 但有一個重點 你看不到任何一位民進黨的立委 去護航他 護駕他 倒是旁邊吳思雅一個慢慢的走過來 現場不是沒有民進黨立委 現場很多民進黨立委 但沒有任何一個人去幫王美花講話 或者幫他護航 通通都沒有 唯一的吳思雅也不過就是客客氣氣的 你可以看到從頭到尾都沒有民進黨的立委 人家都那麼討厭你了 為什麼還要戀戰你的這個部長的職位呢 還有你管 連老天爺都跟你示警了 在昨天王美花開記者會的時候 這個板子突然無緣無故 就打中了他的臉 差一點打到他的臉的正著 來看一下 打下來 那其實在這之前不怎麼動 然後你慢動作看一下 完全是無預警的倒下來 這個其實就是老天爺在告訴王美花 你的自行處分是遠遠不夠 你的責任是非常非常大的 不要這樣子歸避你的責任 蘇貞昌說他會做最嚴厲的處分 但最尷尬的是 因為經濟部明明已經公佈了懲處 為什麼行政院長還會說 我要最嚴厲的處分 我不會護短 還是說蘇貞昌希望說 你王美花也要下台 可是王美花後面是蔡英文 我可能動不了你 但我暗示你最嚴厲的處分 你自己應該要下來 然後現在包括台電還有經濟部 已經開始找替罪羔羊 告訴大家最大的問題 就是當天有一個值班的李主任 他個人的操作錯誤 然後包括周一寇都告訴大家 這個可能有內賊 雖然你這些懲處都還不錯 但是應該要纏內賊 暗示這樣的一個停電 這樣一個故障跟意外不單純 可能有人故意在後面搞鬼 另外連民進黨的立委林楚音也是 他特別整理了一個從817 還有包括0618 0513 還有去年的12月8號 還有這一次 他整理出來 怎麼那麼剛好 2017年8月15號停電的時候 剛好台灣要辦事大運 綜合電塔爆炸的時候 剛好對岸的人常委會議審了 所謂的港版的國安法 513大停電的時候 剛好美軍的驅逐艦通過台灣 綜合電塔爆炸的時候 剛好斯洛伐克的官員訪問台灣 還有去年12月的事情 剛好我們要四大公投 怎麼那麼多剛好 一定有內鬼 講的內鬼不就是暗示說 憲哥在後面搞鬼 所以連這次的洞 都有可能是共軍 共匪 共爹搞的 袁芷你怎麼看 我覺得民進黨的套路怎麼都一樣 他只要什麼事情做不好 最後都是推給阿公的陰謀 昨天的缺電 跳電 停電 也是阿公的陰謀 以後要不要空污也是阿公的陰謀 陸不平也是阿公的陰謀 交通阻塞 阿公陰謀 這樣子他們就迴避 他們說應該負責任 這民進黨套路實在是 真的台灣人民有這麼好騙嗎 我今天真的在想這個問題 真的那麼好騙嗎 那我先講王美花 我覺得王美花如果有羞恥心 基本上他本來就不會去接 這個經濟部長的職務 因為他本來他是一個 他是搞制裁權的 那經濟部長方方面面都要負責 產業的發展 工業的部分 還有能源的部分 他本來就沒有這個能力 他是靠我不知道什麼關係 可以當這個部長的權位 那他也不管他自己有沒有能力 他就做了 好 那你既然有這個機會 你好好做 那也沒有好好做 你知道哪有以前從古到今 有一個部長 經濟部長 任內可以跳電四五次 然後他都不用下台了嗎 只有王美花是第一個 我覺得現在要他下台的力道 也越來越弱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大家變成日常了 停電變成日常 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可是王美花 你看他講說什麼 他說自情處分 我一直覺得自情處分這個詞 是有講跟沒講的一樣 你有點Guts 你就說我請辭 或不想走就說待命 我請辭待命 把事情做好之後我離開 就沒有 我自情處分 自情處分的意思就是 孫昌你自己看著辦 如果說你自己膽子夠大 你就把我開除 如果沒有事的話 你就當沒看到 自情處分是這個意思 自情處分就是一個很空的話 所以你要他有休止心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困難 那我覺得民進黨更惡質 我剛剛看網友說 你怎麼找他本來就沒有的東西 對 所以找不到 那你知道現在民進黨 更惡質的就是說 所有的這個店的問題 其實是一個 新達電廠的一個理性主任的問題 是理性主任他弄的 那你現在覺得有國安介入 意思是什麼 你就要影射說 那個理性主任有犯國安法 他是中共內應 所以才會把新達電廠搞壞 趕快去辦他 如果沒有辦他的話 其實你推 你老是用這個套路 我覺得大家也是覺得非常無聊 最後我終於想通了 為什麼我們國安 我們經濟部長找網美花 因為他老公是國安會秘書長顧力熊 原來是要找國安會的負責經濟 因為這兩個是同一件事情 好 剛剛這個原資有特別講到 網美花的專業真的不夠 這不真的不是我們講的 我們查過他在立法院備詢的經驗 他對台電真的是一竅不通 來聽一下這段質詢 台電資本額多少 問你台電資本額多少 那個主機長可以回的主機長 主機長請回 台電資本額多少 3300億 3300億 現在淨資產多少 4600億 有這麼多啊 4600億 好 根據公司法規定 如果資本額虧了一半 要怎麼樣 要增資喔 請問台電有沒有上市啊 台電有 有上市喔 有沒有上市 沒有上市 有上市 有股票 有股票喔 公開發行啦 公開發行沒有上市 有沒有公開發行 也沒有 有公開發行 有 有還沒有啊 講清楚啊 有 有 你們行政官員連這都不知道啊 真的啊 不知道啊 這都不知道啊 廢掉就變成台電的資產 台電核市的資產3000億 從資產轉為負債喔 我們政府會細部來討論 是 所以你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 哎呀你都不知道 這是 可悲啊 所以王免花真的是可悲喔 對台電真的是 最基本的ABC他都搞不清楚 來看到今天這個總統 還特別拿下去喔 但是總統問了一個問題 你說人為疏失 但是我們台電相關 都有所謂的防呆系統啊 這次怎麼沒有發揮 結果一問不得了 原來他是有數位的防呆系統 但是因為他沒有相容 所以就沒有發揮作用 都已經設計要防呆了 結果還是給你真的很呆 包括去年5月2號 這個觸電的時候 後來調查說是因為白鼻心 現在可能有人要去查 白鼻心可能是來自 中國大陸的品種喔 是幫共軍放過來的喔 還有包括所謂的這個 和二常有這個椅子 剛好卡到他們這個 這個按鈕的部分 所以後來也做了一個 防呆的機制喔 安眠的這個椅子又靠道 反正千奇百怪的理喔 在台灣永遠都會發生啊 偉翰 剛剛我們看王免花部長喔 必須給王免花部長 幾個評價 第一個就是他 從過往以來 他證明他自己能力不足 而且他專業也不夠 最重要的是 這件事情已經第幾次了 他的肩膀完全沒有承擔 2017年8月15號的時候 發生大停電 第二天8月16號 當時的經濟部部長 李世光就下台了 李世光當時是誰的 經濟部部長 院長是林全 總統就蔡英文啊 那為什麼蔡總統 他任內發生的事情 會有兩套標準呢 為什麼這個不用下來 那有人在講說 啊台電已經請辭了 所以這個很好很好 部長自行處分 之前的部長是請辭下台的啊 而且政務官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做得不好的話 我就為我的政策負責嘛 我覺得啦 因為這個褚英以前 也是媒體人出身 這比較像是媒體有沒有 編輯台我們自己在做整理 然後把它連連看 如果真的是認真覺得有內鬼的話 我先問一句 你到底是內鬼還是外鬼 什麼叫內鬼 是台電內部有人故意搞破壞 還是說台電內部有匪諜 從外面來 先問清楚這一點 是 明明是臺灣人 但故意要把他搞壞 還是說我們被滲入了 有共諜 有大陸的人 這要分清楚 仔細 觀眾朋友仔細看這個 我跟大家稍微解讀一下 我這個 什麼叫先射箭再畫吧 而且我把還畫的 歪七扭八就是這樣 你看他花個時間 他根本就沒有辦法對得上 你今天每一次出現的停電 跳電的時候 他想說那時候附近有什麼事情 來 你光是看第一個好了 世大運當時是臺北市市長 是柯文哲在舉辦的 那八月十九號世大運舉辦 你說八月十五號 就我剛剛講那個 那你乾脆八月十九 當天停不是更好 如果你要阻止這個 對不對 你就當天的時候 就像我們昨天有看到有那個 新竹的那個那個國中生 成功國中他們拉 拉到一半突然沒電 比如說要攻擊我們節目好了 不要攻擊 突然在我們節目進行當中沒有電 這才叫攻擊 你八月十九要辦世大運 你八月十五沒有電 而且八月十六電就回來 這算什麼攻擊 而且整個世大運舉辦過程跟停電 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算什麼攻擊 後面的其他幾個也都一樣 只有這一次就是蓬佩奧要準備 要直播之前停電了 可是觀眾朋友 我也跟大家講 蓬佩奧那時候跟蔡總統見面 本來要直播的時候 總統府那時候證明是有電的 他又沒有電 是怕被罵 所以才停掉的 剛剛又在問 為什麼那麼多的民進黨立委 只有無私要走上去 因為民氣可用 民怨是可怕 現在大家知道沒有電這個事情 不要跟我講是停電還是跳電 簡單講就是沒有電 王美花應該問沒有電 下台負責 沒有電 他沒有想到說這個整個台灣 尤其中南部的空氣 空污今天特別的嚴重 來看到還有一個事情 台南永康 昨天被講說的 被封為是全台灣最倒楣的地方 這個台南市的永康區 為什麼呢 他24小時之內 就我們昨天大停電之前 他又停了一次 然後大停電當天又停了兩次 所以總共24小時內停了三次 然後他們又缺水 所以被封為全台灣這兩天 最倒楣的一個區 但是有網友說 他查了一下 發現我們四個公投不同意的時候 全台南是全國第一名 那台南當中裡面 永康區又是不同意票第一名 等於說他是公投裡面 投不同意的是最多最多的 所以有些網友就說 像總統有一個名言 他其實是講高端 他有參加一個活動 所以你們有沒有打高端 然後舉手的人他說 不錯 你們畢竟是死中的 所以可能有人講說 沒關係 不管永康多糟糕 反正畢竟他們都是死中的 還有另外一個比較吊詭的是 台電說高雄市這一次重災區 他們被停的戶數高達了186萬戶 但是我們去查了戶政單位 高雄市總共只有111萬到112萬 怎麼會蹦出那麼多 台電的計算有點怪怪的 還有這一次我們大家都說 A分組這個電列的電表的分組 有ABCDEF 通常是這幾組在輪 HIZ是比較不會被輪到的 但是這一次連H都被輪到了 有些醫院已經被停電了 還有包括國防交通的這些單位 重要單位連他們都被停到了 所以這次是真的滿緊急的 所以有些診所大型醫院還好 因為他們本來就有自己發電的系統 但診所就麻煩了 尤其現在要打疫苗 所以很多診所昨天很急忙的 在最後一刻把疫苗就送到了衛生單位 就有冷藏的單位 避免它造成這個失效 但我有擔心說 品管到底會不會有出問題 在這個停電長達12小時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診所的疫苗出了一個狀況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這幾天空污真的非常嚴重 先看兩張照片 這一個是台中的空拍的地方 整個台灣的西半部 大部分都這麼嚴重 那你對照這個圖 最嚴重的這個地方 應該是在台南的地方 那台中其實也很嚴重 南部整個都非常非常嚴重 後來我們調查了整個台灣的電力 你和賀蘭發現 林口的火力發電廠 三個機組全部都開了 那開到什麼程度 96.475最高 開到幾乎快要到百分百了 台中總共有十個機組 開了七個 那不得了 最高的是到百分之九十九點零七三 其他也都九十八 九十五 嚇死人了 火力全開 所以本來就已經扣烏了 你已經說都是境外的污染 境外污染就沒想到 你還加碼的開這一些燃煤的東西 那大家都嚇死了 來看看下一個地方 高雄市現在很生氣 高雄市長陳其邁說 台電怎麼可以犯這種低級的錯誤 我不可以接受 但是不好意思 去年高雄市政府被爆料 跟台電要了八千萬 現在說翻臉就翻臉了 陳其邁在這個去年 五月十四號的時候 也爆料一件事情 他說高雄市的發電量 高達五百億度 但是我們高雄市只用了兩百八十億度 所以這兩百二十到底在哪 是不是都送到台北 他是要可以拿回來 WeCare好久沒有他們的消息了 WeCare現在又冒出來 他說高雄真的很辛苦 這個嘴臉跟以前完全都不一樣了 所以說都是這個電送給北部人 北部人你們為什麼自己不發電 然後包括焦糖哥哥也是告訴大家 你們北部這一些都是搖八操的巨嬰 這樣對的嗎 你們都是用我們的被轉流率百分之二十四趴 都是送給北部 我以為焦糖哥哥要去選南部了 他要選台北市的議員 你怎麼會罵你的選民 還有包括瓜吉 現任台北市的議員瓜吉 他也是說一樣的論調 他也是說被轉流率二十四趴 明明就不是缺電 是電網的問題 有人見縫插針 見不得公投沒有過的這個怨氣 還有網友說其實他很佩服被噴爆的勇氣 有人說他在傳產的這個產業上班 工廠停電 大家都暴露在危險當中 因為這些危險的會要人命 或讓人家重傷的機械 說停就停 有時候真的會造成很大的一些影響 還有包括很多工程師 沒日沒夜在救 造成很大的損失 那更不要講 剛剛有特別講過 我們所有的園區都受到影響了 七大園區受到影響 所以損失高達百億元 這個還在統計當中 而且最後跟台電來索賠 台電索賠 他們繳出的錢 又是誰的錢 就是大家的錢 兵哥 其實昨天我也滿佩服呱吉的 就是這位台北市議員 為什麼 因為他被人家噴得亂七八糟 可是他還滿有勇氣 還上PTTG去回應 可是問題是網友 從頭到尾一直在問他的 你一直說被載容量有24%多 到底怎麼來的 你怎麼計算出來 是台電這樣說你就相信了嗎 他從頭到尾避而不達 他就是不敢回答 就這麼簡單 因為他自己都知道那是說謊 根本就是騙人這東西 因為昨天台電自己漏洩 因為昨天高雄 嘉義這些到晚上 突然之間一下很多 本來復電的地方就停電了 那照理來講 你被載益有24%多 怎麼會出現這種狀況 你故障不已經維修好了嗎 結果是什麼原因呢 他說是因為太陽下山了 沒有太陽能 那我想請教一下 你這地方是不是在告訴我 你把太陽能也當作被載容量 太陽能可以當被載容量的嗎 被載容量要可以持續 隨時可用容量這種裝置 你才能夠當被載容量 你這種隨時太陽 可能下一秒鐘被誤影之後 這就沒有了 那請問一下 眾多人可以當被載容量嗎 昨天如果是陰天的話 可能停電的規模更大 是啊 所以這不是在搞笑嗎 台電在窒息欺人 那這個WeCare 我就覺得他們真的 昨天他們悶了很久 你知道可能一開始真的 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我在講他們這些側意 可能大家一起商量 到最後口徑一次 你看一個一個冒出來 回答內容都差不多 反正都是北部派的 因為南電北壽的關係 才會造成我們這樣 但是問題來了 第一個你看 他自己講 他說新達電廠的模組 一直沒有辦法好好稅修 我請教一下 為什麼沒有辦法好好稅修 不就是因為你們把核電砍掉了 造成電力供應不足 所以新達電廠只好一直開 如果按照原來規劃的規模 大家輪流使用的話 他不就可以輪班去稅修了嗎 這不就你錯誤的能源 在最害的嗎 再來他一直在扯車什麼 南電北送這些東西 台灣一直都有南電北送 那更重要的就是 去年底的公投是要幹什麼 核四不是被否決了嗎 請問一下核四在哪裡 不是在北部 那北部人要建電廠 你們把它否決掉 然後你就說我不爽 為什麼北部要用我們的電 你有病啊 誰也是你虧也是你話都跟你說就好了 不是這樣嗎 你又不讓我們蓋電廠 然後又要再講說 我們不能夠用我們的電 那到底是要怎樣 那陳其邁現在又再一次表演 他的震怒秀了 可是震怒又怎麼樣呢 他震怒了半天 你知道他很生氣 他說我一定會找律師幫廠商求償 那請問一下那市民怎麼辦 一般市民呢 我們就倒楣活該去死就對了 是這樣子嗎 現在台電搞了個半天 好像大發慈悲 有史以來最高賠償電費打九折 就這樣 九折是要超過六個小時以上嗎 是啊 有很多商家 那一天損失是幾十萬 你電費打九折 你在幹什麼 你跟上次一樣 賠幾塊錢有什麼兩樣 台電沒有心要賠 然後政府沒有心要去 點討真正的出資 大家獲悉你 但是我很佩服的就是 就像剛剛得出來的那個 公投結果一樣 我們南部的這些人 還是非常非常支持民進黨 那我就覺得你們自己要選這樣結果 就自己承擔 龐佩奧來台灣訪問 現在被爆料 他來台灣其實是要做生意 我們休息一下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喔